犬身左兵卫是大名鼎鼎的犬身之药的创始人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左兵卫的身体也越来越差 这天感觉到自己大县将至的左兵卫将还在犬身家的子女 还有律师事务所的古管交到了自己的房间 看着面前虚弱的左兵卫,所有人都迫切地想要知道遗嘱的内容 只有和左兵卫没有学员关系的爷爷公诸士一脸担忧的表情 左兵卫的大女儿松子第一个开口询问父亲遗嘱是什么 左兵卫没有回答而是笑着指向了古管 古管见状告诉众人,左兵卫的遗嘱已经交给他了 左兵卫要求遗嘱要等所有亲属到期之后再由他来开封发表 在那之前,犬身家的事业以及财产管理全部交由犬身基金会代行 古管的话刚一说完,左兵卫就咽了气 明治十一年,流浪孤儿左兵卫被纳续神社的神官所救 明治十九年,犬身之药工厂创立 明治三十八年,工厂增建 大正八年,五十三岁的左兵卫进入中央政战界 昭和十年,犬身之药纳续本社落成 昭和二十二年二月,犬身左兵卫死亡 七个月后,一个衣着简朴的男人来到了犬身家所在的纳续市 邀请男人来纳续市的人将男人安顿在了纳续旅馆 虽然男人不知道旅馆的位置 但幸运的是,男人第一个问路的人就是旅馆的服务员 将男人带到旅馆后 服务员阿春将一本住宿名册拿给了男人 并让男人在上面写下姓名和住址 在阿春的住室下,男人在名册上写下了金天一更入五个字 收好名册后,阿春将金天一带到了二楼的一间客房 金天一来到窗前,看着窗外的美景赞不绝口 阿春一边收拾屋子,一边询问金天一有没有外食券,需要用餐吗? 金天一一边从手提箱里拿出了一袋米,一边询问阿春 他没有外食券用米代替可不可以 阿春没有回答而是反问金天一要在这里住多久 自己也无法确定的金天一无奈地挠了挠头 阿春被金天一头上掉下来的头皮屑吓了一跳 之后金天一拨通了谷管法律事务所的电话 原来写信找金天一的是谷管事务所里一个名叫若林的男人 两人约好三十分钟后在那序旅馆见面 若林不仅给金天一写了信 还给金天一邮寄了一本犬神索兵卫传 若林找金天一来似乎和犬神家的事有关 此时阿春端着一壶水走了进来 金天一来到窗前询问阿春 湖边的豪宅是不是犬神公寓 阿春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告诉金天一 这里的人几乎全都是靠犬神之要生活 这是金天一发现有一艘小船从犬神公馆里驶了出来 阿春告诉金天一 船上的女孩名叫朱氏 朱氏虽然不是祖兵卫的亲戚 但祖兵卫卫却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朱氏 在得知朱氏是个大美女后 金天一连忙从手提箱里拿出了一副望远镜看见了朱氏 阿春有些疑惑地询问金天一是做什么工作的 为什么会随身带着望远镜 金天一只顾着看美女并没有回答阿春的问题 见金天一不回答 阿春便失去地离开了 这时小船上的朱氏突然开始大声呼救了起来 金天一见状连鞋都没穿就冲向了湖边 很快金天一就在湖边找到了停船的位置 他立刻就跳上一艘船 朝着朱氏所在的位置驶了过去 此时犬身家的长弓原藏也跳进湖里 朝着朱氏的方向游了过去 原藏先金天一一步游到了朱氏的船边 后赶到的金天一和原藏合力 将朱氏抱到了金天一的床上 这时金天一发现朱氏的船底漏了个洞 似乎是有人想要加害朱氏 之后回到旅馆的金天一 被老板告知有人在房间等他 急匆匆回到房间的金天一 发现他的房间里并没有人 但烟灰缸上却有一根抽到一半的香烟 就在金天一打算在旅馆里搜索一下的时候 楼下突然响起了阿春的尖叫声 金天一循着声音来到楼下 发现走廊的尽头躺着一具男人的尸体 金天一从阿春那里得知 死去的男人就是找他来的若林 没过多久 得知了若林死讯的谷馆 就找到了警署的署长 并表示他想要见一见金天一 署长觉得金天一是一个很不靠谱的人 因为刚才他询问金天一的职业 金天一居然说是侦探 谷馆告诉署长 他刚才联络过东京的同行 调查过金天一的身份 金天一是绝对值得信赖的侦探 之后谷馆顺利地见到了金天一 并看完了若林写给金天一的信 若林在信中告诉金天一 犬身家最近将会发生非同小可的事 金天一有些不太明白 若林为什么会知道犬身家一定会出事 并且还那么确定 谷馆表示 这一切确实有迹可循 左宾位的遗嘱 目前锁在他事务所的金库里 不过似乎有人偷看过 而只有他和若林才能打开那个金库 所以大概率是若林偷看了遗嘱 这时书长推门走了进来 书长告诉两人 他们从若林的肺脏中检查出了毒品 金天一听后询问谷馆 他觉得左宾位的那封遗嘱有没有什么遗点 谷馆凝重地回答 遗嘱中有很大的遗点 虽然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但金天一还是不明白 若林为什么要偷看左宾位的遗嘱 这时谷馆突然表示 他想代表若林拜托金天一 继续帮忙调查这个案子 金天一一直担心若林死后 他要怎么付房费 而谷馆的邀请刚好为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离开警署后 金天一询问谷馆 为什么还不能宣告遗嘱的内容 谷馆回答 那封遗嘱的关系人共有九人 缺少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宣告 九人里唯一和左宾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就是朱氏 而在外面还没有回来的 就只有长女松子的独生子左卿 左卿参加了战争 虽然中战后曾经从外地写信回来 但目前还尚未回到犬神家 不过半个月前 左卿突然通知家人 他已经回到伯多了 松子现在已经去接左卿了 接着谷馆开始详细地为金天一介绍起了犬神家的成员 左宾位终身都为正式娶妻 不过他有三个同父异母的女儿 长女松子就住在犬神公馆 丈夫已经去世了 次女竹子住在东京 入锥的女婿银植柱是犬神制药东京支店长 他们有左五及小叶子两名儿女 三女名叫梅子 招锥的女婿姓吉是神户支店长 左致是他们的独生子 镜头一转来到犬神公馆 犬神家的所有成员都在等待即将回来的左卿 大多数人都在抱怨 松子还没有将左卿接回来 就提前把他们叫了回来 最早回来的竹子已经在公馆里等了15天了 从左致和梅子的对话中可以得知 左致似乎在和小叶子交往 不过左致和小叶子在一起的一部分原因 似乎是为了能多分一些家产 这是竹子和梅子接到了松子打来的电话 之后两人按照松子的吩咐 在门口等到了去接左卿的松子 在确定了门口只有竹子两人后 左卿从车上走了下来 左卿的样子将竹子两人吓了一跳 松子没有理会震惊的两人 直接领着左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隔天 古管在去犬神公馆宣读遗嘱之前 先去旅馆找到了金天一 他希望金天一能陪他一起去犬神家 他已经和犬神家说好了 由金天一代理若林的职务 镜头一转来到犬神家 此时犬神家的人全都围坐在左边位的一项前 一项前还摆着用金字做的 橘、秦、斧三样物饼 没过多久 古管两人就赶到了犬神公馆 在宣读遗嘱前 古管向松子提议 先将左卿的面罩摘下来 让大家确定一下面罩下的人是不是左卿本人 其他人都非常赞同古管的提议 松子间装有些生气地吩咐左卿将脸上的面罩摘下来 左卿缓缓地摘下面罩 露出了一个类似乳胶材质的面具 众人都被左卿的样子吓了一跳 松子激动地告诉众人 左卿为国家加入军队 在战场上受了重伤 所以才会用面具遮住脸 两人这么晚回来 也是因为在东京为左卿定做这个面具 说完 松子又让左卿将面具摘下来 左卿掀开面具 露出了一张猙獰的脸 众人都被左卿恐怖的样子惊呆了 见左卿已经成了这个样子 众人也不好再质疑左卿的身份 谷管便开始宣读起了左兵卫的遗嘱 首先 象征全身家的全部财产 以及事业继承权的府 菊 秦 依照下列条件由朱氏继承 不过关于朱氏未来的配偶 必须在左兵卫的三个孙子 左卿 左五 左智中选择 朱氏有选择任何人的自由 若是朱氏没有与其中任何一个人结婚 选择其他人为配偶的话 朱氏将失去继承权 另外 若是三人都不愿意与朱氏结婚或者是死亡时 三人将丧失所有的继承权 朱氏想与几人结婚是他的自由 另外 若是朱氏失去继承权或者死亡时 财产将会被分成五份 左卿 左五 左智 各一份 剩下的两份将属于清照菊内侄子 清照竞马所有 另外 若是朱氏 左卿 左五 左智 杰死亡时 全身家的全部财产及事业交由竞马继承 若是找不到下落不明的竞马 或者是确认竞马已经死亡 同时 其他继承人都死亡时 全身家的全部财产及事业交由全身基金会全权处理 遗嘱的内容让众人难以接受 孙子辈中没有被提到的小叶子 更是哭着跑了出去 不过很快 众人就冷静了下来 开始各自思考如何能拿到更多遗产 梅子的老公性级大概算了算 如果朱氏失去继承权的话 五分之一的财产也有五亿五千万左右 那也足够在神户最热闹的街道 盖五六栋十层大楼 不过现在想这些还有点早 也许最后遗产都会归出是一个人 另外众人都不太理解 为什么竞马也会在分遗产的名单中 竞马的母亲菊乃曾经是全身家的女工 左宾位在五十岁左右和菊乃生下了竞马 竞马如果还活着应该和左倾捅碎 不过现在没人知道竞马母子的下落 离开犬神家 金天一在车上和谷管聊起了朱氏 金天一觉得朱氏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对犬神家的人而言 朱氏现在就是眼中钉 只要他还活着 犬神家的继承者全都由他决定 谷管询问金天一 他是怀疑有人想杀死朱氏吗 金天一表示 也有可能刚好相反 要是朱氏讨厌索情三人 另外有一种人又不想失去继承权的话 杀死他们三人是唯一的方法 谷管认为朱氏应该不会这样做 因为昨天的传案 已经是朱氏近期经历的第三次意外了 金天一则表示 凶手将自己安排成受害者也是常有的事 谷管询问金天一 做他这种工作的人对人都充满怀疑吗 人不是都那么冷血的 金天一则反驳道 已经有人变得冷血了 若林不是已经被杀害了吗 说完金天一询问谷管 若林有没有心爱的人 谷管不太确定的回答 若林好像暗恋猪士 之后谷管两人赶到了纳徐神社 而佐武和佐治早就等待了这里 两人从神社的神官那里得知 他们这个地方的人出去打仗之前 都会先来神社在纸上按个手印 用意是祈求武运长久 佐武两人打算收集佐晴的手印 然后再和神社的手印做对比 来确定现在的佐晴是不是假的 金天一两人还以为是佐武两人想到的这个办法 两人却说是神主想到这个东西主动联系他们的 神主则表示他早就忘了这个东西 是朱氏提醒他这里有佐晴入伍前的手印 神主的话让金天一两人面面相觑 与此同时 朱氏拿着一块怀表找到佐晴 询问他还认识这块表吗 现在佐晴没有回答 朱氏便接着说 这块表以前摔坏过 是他帮自己修好的 但战争时又出了故障 自己觉得只有他能修好这块表 所以一直在等他回来 佐晴只是拿起怀表看了一眼 然后便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两人都没有注意到 此时原葬就躲在军人偶的后面 注视着两人 傍晚 一个用围巾蒙着脸 身着军杖的男人 住进了那去市的百屋旅馆 为男人安排好房间后 吕社老板将住宿策拿给的男人 让男人填写一下姓名和住址 男人投一不回地让吕社老板帮他写 吕社老板有些为难地表示 手册必须由客人亲自填写资料 这是天保年之前就有的规矩 而且中战后 税务署查得更严 一定要依法办理 这男人一言不发 老板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其实他不会写字 镜头一转 来到犬身家 左偶两人将犬身家的人都聚集在一起 提出了让左晴按手印验证身份的方法 其他人都觉得如果左晴真的是本人的话 那只要按一下手印就能划解很多不必要的误解 要是不按 可能连不曾怀疑的人都会觉得不对劲 但松子却坚决不同意 并生气地带着左晴离开了 另一边 由于军装男说他也不会写字 吕社老板正好把名册留在了军装男的房间 军装男自从进了吕社后 就一直没有摘下脸上的围巾 老板猜测军装男的脸上可能有伤需要遮盖 老板夫妇甚至有些怀疑军装男可能都付不出住宿费 这时军装男从楼上走了下来 老板有些疑惑地询问他这么晚了要去哪里 军装男只是说了就有事 然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吕社 隔天一大早 金天一就接到了谷管的通知 犬身家果然出了大事 等金天一赶到犬身公馆后 谷管将他领到了摆着橘人偶的位置 谷管告诉金天一 那些橘人偶是原葬做的 这是已逝的左兵尾的兴趣 每年都会做 今年是诡异发演三略剧院第三段的菊田场景 说完谷管指向橘人偶 询问金天一有没有看出什么 金天一走进人偶仔细查看 发现所有人偶都像是犬身家人 当看到最左边的人偶时 金天一被吓得大叫了起来 最左边人偶的脑袋已经被换成了左五的脑袋 左五已经在昨晚被人杀害了 任偶尚的脑袋滚落 金天一被吓得蹲在地上抱住了头 平复好心情后 金天一从谷管那里得知 是原葬第一个发现左五被杀害的 左五死后 每个人的反应都各不相同 伤心欲绝的竹子 扬扬要杀掉凶手为儿子报仇 就在他冲向屋外 打算再去看儿子一眼的时候 前来送报纸的原葬将竹子吓了一跳 竹子生气地将报纸撕了个粉碎 松子则是很疑惑凶手为什么要把左五的头装在军人偶上 这样不是很麻烦吗 梅子则将之前左五提出让左青按手印确认身份的情况 告诉了前来调查的署长 并表示如果那个左青是假的 那他也许会因为怕左五会继续怀疑而杀掉了左五 署长听后只是随意地点了点头 并没有多说什么 这是一名警员推门走了进来 等梅子离开后警员告诉署长 他们找到了案发第一现场就在犬身家的展望台 在展望台查看了一番后署长推测 凶手应该是在这里杀害了左五并砍下了左五的头 然后将左五的身体丢进了湖底 不过这个湖里的水扫就像女人的头发一样 要是尸体被缠住那基本上不可能被找到 说完署长告诉谷管 左五和若林两个人被杀的案子起因都是犬身家的遗嘱 所以警方有必要知道遗嘱的内容 他希望谷管把遗嘱交出来作为重要证物 这时还在寻找线索的金天一在展望台的角落里找到了一个凶人 看到凶人的谷管一眼就认出了这是朱氏的凶人 金天一觉得凶人也可能是昨晚之前调在这里的 谷管表示 昨晚对比手印时他还看到朱氏带着这个凶人 下午 松子一反常态地将犬身家的人还有谷管聚集到了一起 并告诉众人 左青已经同意了按手印拿去比对 松子表示 是因为有人猜测是他和左青杀了左五 所以左青才主动提议比对手印的 按完手印后 署长找到了朱氏 并将在犯罪现场找到了他凶人的情况告诉了朱氏 朱氏见状 只好向署长说起了前一晚发生的事 当晚确实是朱氏将左五约到了展望台 不过朱氏是想将沾了左青指纹的怀表交给左五 让他拿去比对 将怀表交给左五后 朱氏便打算离开 但左五却拦住朱氏 表示他想和朱氏谈一谈 左五直接开门见山地说 在他们三个人中 朱氏到底要选择谁 他一直都喜欢朱氏 朱氏只是说了句他还没想好 然后便想离开这里 但左五却突然一把抱住了朱氏 并试图侵犯朱氏 也就是这个时候 朱氏的凶人掉在了展望台 还好元藏及时赶到将朱氏救了下来 元藏警告左五 如果再有下次 他就杀了左五 说完元藏带着朱氏离开了展望台 隔天 警局接到了一个小男孩的报警 小男孩在观音甲 发现了一艘犬神家的船 并且船上还有疑似 接下朱氏脑袋的凶器 犬神家的船屋是由元藏管理的 在接受审问的时候 元藏并没有提到有船遗失 并且第一个发现左五 头颅的也是元藏 左五最后见的人也是元藏和朱氏 元藏是左兵卫十年前 从外地带回家的长工 战争期间 元藏也曾加入过军队 不过没人知道他的身世 左兵卫生前命令元藏 誓死保护朱氏 元藏和朱氏的关系 还有两人的行为 都让署长认定 两人就是杀害左五的凶手 署长立刻就吩咐两名手下去监视两人 两名警员刚一离开 谷馆就走了进来 署长从谷馆那里得知 左倾的手印鉴定还没有出结果 这是一名警员过来告诉署长 他们发现了件可疑的事 署长立刻就带着两名警员 赶到了百屋旅社 在得知军装男是早上五点钟离开旅馆后 署长向百屋老板要来的住宿名册 军装男在名册上登记的名字是山田三平 并且名字是由旅社的老板娘写上去的 这是金天一从楼上走了下来 看到了署长的金天一还以为署长是因为和他想法一样才来这里调查的 金天一来这里是因为染血的船被丢弃在观音峡 他想在这附近调查一下 后来就找到了这件旅社 由于又突然出现了一个可疑的军装男 署长不得不重新整理办案思路 他一直认为所有悬案的起因都是左边位的遗嘱 凶手必定是全身家的人 不过现在看来也可能是外人 金天一刚才在旅社老板那里了解到 昨晚军装男8点到10点拿到时间的确在旅社里 那时全身家正在忙着按手印的事 这按金天一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猜测蒙面人可能有两个 署长完全不明白金天一到底在说什么 镜头一转来到全身家 左倾的手印鉴定刚一出结果 谷管就带着鉴定员来到了全身家 鉴定的结果可以证明 现在这个左倾按的手印和留在神社里的手印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个左倾确实是本人无疑 鉴定的结果让松子很是满意 其他人也都无话可说 出事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但最后还是没有开口 傍晚 众人在为左武守灵的时候都没有表现出很悲伤的样子 只有竹子一个人含着眼泪 在角落里默默地吃着东西 期间金天一发现梅子一直在抽烟 便询问梅子 松子和竹子也抽烟吗 梅子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两人的对话都被坐在对面的朱氏看在了眼里 这是谷管开口对众人说道 今天大家已经很累了 因为今晚只需要守灵半夜 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离开了 松子听后向众人鞠了个躬 然后便带着左倾离开了这里 看着松子离去的背影 竹子的嘴唇微微颤抖了起来 松子离开后 小叶子将朱氏交到了外面 朱氏还以为小叶子是要和他聊左午的事 但小叶子却说他根本不想管他哥的事 他只是不希望朱氏选左债 接着小叶子告诉了朱氏一个重磅消息 他已经怀了左债的孩子 小叶子表示 如果朱氏选择了左债 他会恨死朱氏的 两人的对话都被躲在走廊拐角处的原葬听得一清二楚 之后回到房间的朱氏刚一开灯 就发现君章男不知何时潜入了他的房间 同样看到了朱氏的君章男 连忙推开朱氏朝屋外逃去 听到了声音的小叶子 在赶过来的时候 看到君章男从阳台跳到了庭院里 原葬也很快就赶到了朱氏的房间 看着被翻乱的屋子 小叶子猜测君章男应该只是个小偷 这是庭院里突然响起了男人的尖叫声 听到了叫声的人全都朝庭院赶了过去 最先赶到的朱氏三人发现没有戴面具的左卿正躺在庭院里 不知是子是活 随后赶到的金天一探了探左卿的鼻子 发现左卿只是昏了过去 深夜 沉在湖底被水草缠住的左五的无头尸体 顺着水流飘上了湖面 隔天一大早 左五尸体被找到的新闻就登上了报纸头条 经法医鉴定 左五的死亡时间应该是深夜11点到12点之间 死因是从背部伸入胸部的锐气所赐 胸气可能是类似剪刀的锐气 而且是顶部脚后的圆衣剪或是花剪 听完法医的报告 署长根据作案的胸气推测凶手应该是女性 不过金天一却觉得凶手可能并非一个人 金天一询问署长 有没有在左五的尸体上找到朱氏所说的怀表 署长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并表示 朱氏说的那些话应该都是骗人的 金天一觉得朱氏那么漂亮的美女应该是不会骗人的 署长则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人 好人和坏人 另一边 松子被母亲打来的电话叫了出去 母亲曾经和松子约定过 不会出现在犬身家附近 这次母亲来找松子让松子很是不满 而且现在犬身家已经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这更是让松子觉得母亲是来给自己找麻烦的 母亲虽然和松子说了很多有的没的 但主要的目的还是来要钱的 松子虽然不高兴 但还是给母亲拿了一点钱 母亲收起钱后心满意足地说 这应该是两人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了 镜头一转 来到那区旅馆 金天一此时正在房间里一边吃东西 一边写着犬身家的家谱 前来收拾碗筷的阿春笑着询问金天一 这些菜都是他亲手做的 哪道菜最好吃 金天一随意地说了个水煮蛋 这让阿春很是生气 切好家谱后 金天一又看起了若林 记给他的犬身左边未转 这次重新看这本书的金天一发现 经历过中日日俄 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犬身之药 在每次战役后都有着显著成长 金天一找到谷管 试图从谷管那里得知其中的秘密 谷管认为这些事和案子没关系 他没必要告诉金天一 并且他也不太清楚其中的秘密 金天一则表示 如果不了解这些的话 也许还会出现新的受害者 为了不让更多人被害 谷管只好说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 谷管告诉金天一 犬身之药的基础 就是用奇特的草木根调和而成的特制药 其中左边未最精通因素 可能是因为左边未到这片土地生根之前的背景 虽然左边未已23岁的年纪 创立了之药公司 但刚开始他做过栽种因素的工作 因素的果实能萃取出鸦片 马非海洛因等麻药 国家一般是禁止栽种因素的 左边未当时利用关系得到了特别的许可 而当时大量买入那些麻药单位的是军部 犬身制药的麻药在战场上 是足以与炸弹枪械匹敌的武器 谷管认为这种东西被用在战场上是件很不幸的事 不过战争本来就很残酷 另一边 佐治驾驶着一艘快艇找到了在湖中心的朱氏 佐治告诉朱氏 署长和金天一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和大家说 让大家到大庭会合 说完佐治向朱氏伸出了手 朱氏刚一登上佐治的船 佐治就突然一把搂住朱氏的腰 并用一条手帕捂住了朱氏的口鼻 很快朱氏就被迷晕了过去 之后佐治将朱氏带到了丰田村的一间废屋里 打算侵犯朱氏 还没等佐治得手 门口就传来了响动声 佐治被吓得躲在角落里颤抖地询问谁在外面 房门缓缓打开 露出了门后的军装男 佐治尖叫着想要逃走 却被军装男拦住 随后佐治被军装男狠狠地暴打了一顿 另一边 书长从犬身家的佣人那里得知了梅子曾经借用过竹子的花剪 他便找到了梅子想要看一下花剪在哪里 梅子表示 他本来想插花放在佐武的灵堂前 可是一直找不到 书长询问梅子 佐武被杀害的那天 剪刀在不在他那里 梅子不明白书长为什么要问这些 书长便将杀死佐武的凶器是剪刀的情况告诉了梅子 梅子听后立刻就明白了 书长是在怀疑他是凶手 这让梅子很是生气 与此同时 袁藏接到了军装男的电话 军装男将诸室所在的位置告诉了袁藏 并让袁藏快点去接诸室 军装男还叮嘱袁藏 千万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说完军装男便挂断了电话 放下电话的袁藏刚想要去接诸室 就发现窗外有警察正在盯着他 镜头一转来到一家面馆 此时金天一和阿纯正在这家面馆吃面 因为阿纯认识一位大学教授 所以金天一从若林留在他房间里的半只烟里取了一些烟液 通过阿纯拿给了教授 最后不出金天一所料 烟液里化验出了盐酸马肥的成分 有人把毒品混入了若林的香烟中 由于金天一总问阿纯问题 所以阿纯完全没有时间吃面 金天一便打算先把账结了 虽然阿纯已在坚持自己结账 但最后还是被金天一说服了 与此同时 袁藏顺利的江朱氏接回了犬神家 江朱氏放在床上后 袁藏便离开了朱氏的房间 傍晚 松子像往常一样在他的盲人老师面前练起了琴 听到琴声的梅子 觉得家里现在这个情况 松子还在弹琴的行为有些不太好 到这个时候 还没有回家的佐治也让梅子很担心 另一边 金天一将若林出锅的烟里有毒品的情况 说给了孤管 金天一告诉孤管 这个毒品与香烟同时吸入后 立刻就会严重刺激肺脏 导致血管裂开 当场窒息死亡 所以毒品不是在胃部 而是从肺部检查出来的 若林不是食物中毒而死 而是吸入毒品而死 孤管觉得金天一调查若林的死 是搞错了调查方向 金天一却认为 只有这样才能解开这些案件的死结 另一边 不知道去了哪里的佐清 此时回到了犬神家 和佐清打了个招呼后 老师和松子聊起了犬神家 最近发生的事 松子觉得外面对犬神家的传言和报道 都有些过于夸张了 老师则感慨道 像他这样眼睛看不到的人 不会受杂事困扰 反而比较幸福吧 一直到凌晨四点 佐治都还没有回家 张梅子的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 等家里的人都起床后 梅子打停了一圈都没有人知道佐治的下落 心机如焚的梅子便想要直接报警 同样很担心的小叶子 在犬神公关里搜索起了佐治的下落 很快 小叶子就在屋顶找到了佐治的尸体 佐治猙獰的死状 直接将小叶子吓晕了过去 没过多久 接到报案的警员就赶到了犬神家 警员在屋顶查看了一番 发现屋顶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这是金天一发现 佐清的脖子上系着几根琴线 署长立刻就猜测佐清应该是被人勒死的 不过金天一却觉得 琴线可能只是伪装 金天一喃喃自语道 在局职后又是琴啊 之后金天一从朱氏那里了解到 朱氏在被带回犬神家之前 好像隐约听到了争吵声 另一边 梅子将佐治的死都怪在了署长身上 梅子认为 要不是署长怀疑他是凶手 凶手也不会有机会杀掉佐治 现在梅子已经认定朱氏就是凶手 而朱氏所说的一切全都是谎话 佐治根本就不是那种会用迷药的人 古管觉得朱氏一个女孩 根本就不可能将佐治的尸体搬到屋顶 梅子则认为 是原葬帮朱氏将尸体搬到屋顶的 原葬见状立刻就朝梅子冲了过去 不过却被旁边的警员拦住 接着梅子又将矛头指向了松子 现在左五和佐治都死了 最大的受益人就是松子和左青 面对情绪激动的梅子 松子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只是默默地低下了头 这时竹子突然站出来询问书长 佐治的脖子上真的缠着琴线吗 书长解释道 佐治的脖子上确实缠着琴线 不过实际形容的好像是更粗的线 在察觉到两次凶案 似乎都和犬身家的三宝有关后 竹子为众人说起了犬身家的一段往事 竹子三人的母亲不是同一个人 左兵为终身位正式举气 他们的母亲只是左兵为满足男人欲望的道具 在左兵为53岁那年 他居然让一个比他们三个还年轻 名叫青少菊奶的女工怀了孕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在菊奶生下一名男孩后 左兵为居然把犬身家的三宝送给了他们 当时为了能让菊奶尝到苦头 同时拿回三宝 他们三个找到了菊奶母子藏身的农家 和菊奶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厨子三人认为 最近的这些案子 也许是要报夺走三宝之仇的菊奶母子所为 离开犬神家后 署长和今天一从谷馆那里得知 菊奶母子离开那须事后 定居在了富山市的亲戚那里 不过后来菊奶死于空袭 而静马则加入了军队 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知道静马的下落了 署长猜测 之前入住百屋旅士的军装男就是静马 而左五和左治的死 都是想一个人独占遗产的静马所为 之后今天一来到那须神社 找到了大山神官 大山神官是爷爷公家的远亲 他已经在这间神社当了15年神官了 今天一从大山神官那里了解到 府、秦、菊 是前代神官爷爷公大二 为守护神社想出来的代名词 大二神官用黄金制造出 府秦菊作为神社之宝 左宾威开始创业时 大二神官将府秦菊送给了左宾威做贺礼 不过府秦菊平时都由神社保管 没有人知道左宾威的出生地在哪里 在来到那须事之前左宾威一直在四处流浪 到达那须事时 左宾威已经17岁了 当时左宾威在神社大殿前 因为饥饿像狗一般倒在地上 看到了这一幕的大二神官便救下了左宾威 之后左宾威窗里犬神制药的资金 也是大二神官出的 这是今天一突然询问大山神官 大二神官和左宾威两人是否有同性关系 之前他和谷管谈话的时候 谷管有提示过他 大山神官没有回答而是反问津天一 这种事跟熊爱又有何关联 津天一表示 为了避免发生更多的惨剧 爷爷公家与犬神家之间 即使是很小的事情 他也希望大山神官能全部都告诉他 犹豫了片刻后 大山神官将津天一带到了那须神社的仓库 仓库里的古箱中存放着以前的文献 而文献中则记录着诸世身份的秘密 大山神官不太相信文献里记载的内容 所以他从来都没有对任何人提过 不过为了避免发生更多的惨剧 他愿意把文献中的内容告诉津天一 文献中记载着 虽然大山神官有娶妻 但却是个完全无法与女人刑访的男人 所以他特别宠爱左兵卫 后来仍是处子之身的妻子情侍 与左兵卫发生了关系 大山神官知道后也容许他们两人的行为 并且鼓励他们继续在一起 大山神官这样做 恐怕是对常年守活寡的情侍的一种弥补 而且大山神官因为害怕外界的目光 无法与妻子离婚 公然与左兵卫在一起 当时左兵卫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那段日子让他十分痛苦 他很尊敬大山神官 又发自内心地爱着情侍夫人 之后左兵卫和情侍 生下了一个名叫柱子的女孩 大尔神官将柱子当作亲生女儿入籍 柱子后来招赘夫婿 他们生下的孩子就是朱氏 听完金天一在神社得知的一切后 古管终于明白了左兵卫为什么那么疼爱朱氏 原来朱氏是左兵卫的亲孙女 金天一觉得现在连续发生的凶杀案 似乎是左兵卫的意志所造成的 古管则觉得金天一的想法实在是太扯了 毕竟左兵卫在七个月前就已经过世了 金天一挠了挠头后感慨道 左兵卫一辈子唯一真心爱上的女人却是恩人的妻子 她心中积压的情感只能用金钱 女人 权力 所有人类的贪婪欲望来发泄 然而她这样却害了不少人 比如菊奈 还有孙子他们的母亲 说到这里 金天一突然询问古管知不知道松子的母亲住在哪里 最近大山神官好像在附近看到过她 古管表示她记着松子的母亲好像叫大元 她已经七八年没有见过大元了 她听说松子的弟弟似乎就住在越过一个山头的娘家那里 不过大元似乎也不怎么去松子的弟弟那里 镜头一转来到犬神家 松子和左青找到了朱氏 想和朱氏谈一谈配偶选择的问题 现在左武和左智都已经遇害了 朱氏唯一能选择的结婚对象 就只剩下了左青一人 松子这次来找朱氏 就是想要听朱氏说出她最后的决定 沉默了片刻后 朱氏表示她拒绝和左青结婚 朱氏的决定让松子很是震惊 松子不明白朱氏为什么要这样做 难道他是想放弃全人家的遗产吗 朱氏抬起头看向左青土定的说 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左青 听到朱氏的话 朱氏没有反驳也是一言不罚的朝外面走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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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